画面中可以看到一辆砂石车闪着灯 查看路况后从厂区缓缓开出来 但它违规跨越双黄线要左转 下一秒左方突然有一台小货车拦腰撞上 撞击瞬间扬起砂尘车辆零件四散 强烈撞击力道也让整台砂石车晃动了一下 相当惊险 而厂内人员听见撞击声赶紧从工厂出来关心 警察货报道场也发现小货车上有两人受困车内 将两人赶紧救出送医 但男驾驶抢救后人宣告不致 女乘客则头部受创 手脚骨折没有生命危险 沙石车驾驶新有余计 一个违规双黄线造成憾事 事发高雄燕潮区30号将近早上6点 一辆从工厂出来要去载送货物的沙石车 违规双黄线造成一辆没注意路况的货车 闪避不及发生撞击 现场小货车车头全毁变形 前挡风玻璃全碎裂 货车上的水果也受到挤压 遭撞的沙石车则是轮胎车身受到多处毁损 经警方调查沙石车驾驶并没有酒驾情形 详细噪音还有在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这一步调查沙石车驾驶的沙石车驾驶 这一步调查沙石车驾驶 这一步调查沙石车驾驶 这一步调查沙石车驾驶